大宝森节是除了徒邀节之外 印度教徒最重视的节日 然后去年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 大宝森节庆典活动是停办了一年的 来到今年这项庆典获准在特定的SOP底下复办 吸引了大批的印度教徒共襄胜举 一大早就有好几千人抵达黑风洞的印度庙祈福 但是为了防止疫情扩散 当局制定了种种限制 包括只有6000人可以到访 禁止Kavadi审免游行仪式 只有18岁以上的信徒可以入庙等等 对此人力资源部长莎拉瓦南就抱怨说 政府制定的SOP限制太多了 已经引起印译社区的不满 他今天在黑风洞演讲的时候就指出 很多人质问 为什么成千上万的人可以到Payvillian购物广场去逛街 但是到黑风洞去参加大宝森节的人数却要受限呢 他说这个国家的印度教徒 对于政府的正向决定非常不满 这也将会进一步削弱印度人对政府的信任 而这也是国阵在2018年大选落败的原因 无论如何今天到黑风洞祈福的印度教徒 都有遵守防疫SOP 警方也到场维持秩序 确保交通顺畅 人流受控 清晨六点天还没亮 黑风洞就迎来大批印度教徒 那他们大多身穿晃衣 戴着口罩在入口处测量体温 扫描MySager Church后 再井然有序进入庙内 那现场也有警方助手维持秩序 虽然新冠疫情无阻印度教徒还愿其福 但比起以往人头喘动的盛况 今年人潮没那么拥挤 受访的民众表示 尽管今年规模不大 但依然感受到热闹氛围 SOP memang telah di laksanerkan oleh Payah Bukwasa dan juga piha Kuil semua orang mematuhi SOP dan juga Payah Toriyan di Takkan saya secara pribadi saya amat rasa selamat SOP memang ada tapi saya rasa meriah dan terkawal 镜头转到冰城 与黑风洞不同的是 才早上八点半 位于破布路山顶的 摩鲁干战神印度庙 就已经万人空巷 排队人潮 从前往破布路的十字路口处 不断延伸到山脚下印度庙入口处 人龙约两公里长 虽然现场有警员与卫生局官员 分别驻守在七个关卡 并设立障碍物将排队人群阻隔 以保持人身距离 却仍然无法阻止人潮不断涌进 进当庙里 多名工作人员 监督信徒 扫描My City Trip 而庙方每次只允许150人进入 并设有纪使器 严格控制人潮 之前进入庙里 我们有七个关卡 我非常感兴趣 对双方的进入 他们跟MKN接触了我们的规定 所以双方都给予全联络 我们很信心 这次双方的进入 我们会完美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